好 单次看完之后来看看36课的课文部分 我们先来看课文的题目 Lesson 36 A chance in a million 百万分之一的可能性 这个地方其实用了一个夸张 hyperbole这种修词方法 因为可能性一百万分之一 有些夸大了 就是极小的可能性 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回顾一下 咱们以前在夸张的修词里面 见过的一些例子 咱们看能不能自己把它翻译好 回顾一下 比如说 看这句话 I'd love to buy a Rolls Royce but it costs an arm and a leg 什么意思呢 我要想买一辆劳斯莱斯 但是实在是太贵了 花了一条胳膊一条腿 这表示东西特别贵 这个cause后面一个嘉宾语人 cause me an arm and a leg 也行 表示东西特别贵 那不可能真把胳膊腿给他 那就不要开车了 再比如说 Everybody was clapping their hands up 每一个人都在热烈的鼓掌 把手都拍掉了 clap表示鼓掌这个动作 再比如说 I didn't sleep a wink last night 我昨天晚上眼都没合一下 就连一个眨眼的睡眠都没有 这个叫didn't sleep a wink 那如果真不眨眼的话 眼就去干了 就瞎了 不可能的 再看 He has a skeleton of a wife 他怎么样呢 他的老婆骨瘦如柴 像一个骷髅骨一样的老婆 那真像骷髅骨的话 吓死人了 就说明非常瘦 这个里面off是比喻 前面是预体 后面是本体 咱们修识 是说过的 这也是一个夸张的修词 本文中 题目中也是 题目 先把它看到这 那么第一段说 We are less courageous than we used to be 我们已经不像咱们以前那样 这个轻易相信别人了 现在的人 社会经验已经丰富了 先看看语法结构 We are less courageous than we used to be 后面这个黄颜色的 是then引导的一个 比较壮业丛句 后面那个use to be 被动词可以看到 后面省得了 creatures 是这么一个词 但这被动词本身 一般是不能省的 我们说use to do 如果后面那个do 在前面出现过 use to do 这个do可以去掉 但use to be 这个被动词 一般我们是不省略的 这个要注意 我们看一个例子 做个对比 We spend more time traveling than we used to 我们现在花旅行的时间 比以前呢 要多一些了 但we used to 你看use to 后面就不用说use to do 或者是use to spend 因为它本身一个动词do 就不用再说了 但use to be 注意这被动词 一般习惯要留下 这use to do 后面这个省略 要注意 好 另外在第一句话中 出现了一个重要表达 叫不像什么什么那样 如何如何了 叫不像什么什么那样 如何如何了 那么第一个表达 就是本句中的 用less这个副词 后面再修饰一个形容词副词 再加ban 比较壮业重句 叫不像以前那样 这个如何如何了 跟它类似的还可以把它换成 not so 或者是s 什么什么什么 s 同样的中间可以加形容词 也可以加副词 不像什么什么那样 如何如何了 两个结构可以替换 都会都对都好 都可以 但是这个要注意哦 否定句中 除了用ss之外 也可以用so s 但是肯定句中 老师说过 一般用ss 否定句 前面用so 应该是都行 你看本文中呢 我们已经不像以前那样 轻易相信别人了 用第二个表达 但你去看怎么说 we are not so 或者as cradulous as we used to be 同样后面的use to be 这个B动词不要去掉 we are not so 或者是as cradulous as we used to be 对吧 两个搭配可以替换 都行 都可以 我们类似的可以 造几个句子 把它练熟 比如说 它不像以前那么内向 性格好了 内向的 可以用形容词我们读一下 introverted introverted 读块以后变成 introverted introverted 最后这个字母提着话 后面那个的失去爆破 在里面 introverted introverted 咱们用第一个 less 再加introverted 再加then 这结果该怎么说 he什么呢 he is less introverted than he used to be 它现在吗 用现在是什么 但过去用它以前的use to be 这壁动词同时不能去掉 用第二个那个 as as so as这个结构呢 我们先说一说 he is not 或者he isn't as introverted as he used to be 当然这个as 这个so he is not 或者he isn't so 或者as introverted as he used to be 当然这use to be 这壁动词不能上队 咱们看不加壁动词的 再换一个 它英语说的不如以前好了 它英语说的不如以前好了 第一个用less than这个结构 那说得好 可以用well嘛 这个副词嘛 第一个该怎么说 he speaks English less well than he used to 就不用说used to do 或者used to speak了 因为used to do 或者那个do 在前面出现过可以省略 那用第二个这个 as as or so as 加否定的该怎么说呢 he否定 doesn't 或does not 对吧 speak English as well as he used to 就好了 he doesn't 或行 does not 都行了 speak English so well 或as well as he used to 就好了 所以这第一个句子 经过很短 但藏着一个重要的秘密 就是不像什么什么那样 如何如何 这个结果两个搭配可以替换 顺便把它记住 好 那么第二句话说 in the 19th century a novelist would bring his story to a conclusion by presenting his readers with a series of coincidences 我们说 most of them wildly improbable 在十九世纪 一个小说家呢 往往是用这样一个方式来结束他的小说 就是给读者提供一系列的这个巧合事件 其中大多数呢 都是极其不可能的 就是那时读者呢 容易上当 一看就信了 咱们先看看语法成分分析 in the 19th century 所以在十九世纪 这话很显得明显是时间壮语 然后这个白颜色呢 可以看到剧的主干结构 一个小说家 这个wood wood跟第一句话 used to do类似 也是在过去常常过去曾经 当时小说家常常呢 用这个方式来结束他的故事 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叫始结束的意思 后面这个by呢 一直到剧墨黄颜色的明显是方式壮语了 通过什么 给读者提供一系列的巧合 而后面破译号之后呢 可以看作这个巧合来修饰 前面这个巧合 什么巧合呢 大多数极其不可能的这些巧合 那么破译号后面这个画横线的部分 是什么成分呢 其实是标准的独立主管结构 后面这个wildly improbable 叫极其不可能的 前面可以看作省略的beeing这个词 因为它跟毕动词搭配嘛 那前面这个most of them 可以看作这个独立主管里面的 逻辑主义的 这大多数的巧合是极其不可能的 中间那个beeing可以看作被省略的 好 这是语法成分的分析 那么下面我们先看一看 这个特别中文的这个wild anobly wild 这个要注意 我们在描述一个故事时 经常说在过去呀尝尝怎么样 但是这个第一个地方 往往现用used to do 但后面呢 一般多数情况 我们把它换成wild 你看我们看这个致电 wild跟used to do是类似的 都可以表示过去习惯性的动作 但是我们要注意 我们先看一个例子吧 one day in a week he would spend a whole day in silence 在以前呢 每一周里都有这么一天 他会独自默默的一个人度过一整天 一句话都不说 这也是过去 这习惯性的动作 用wild是可以的 但我们注意一点 就是wild 它不能用在故事的开头 在故事开头 第一次出现过去曾经 过去常常一般用used to do 而后面呢 一般就不再用used to do了 而通通换成wild这个结构 本文中就是好例子 第一句话说used to do 后面用的是wild加动作 再比如说 we used to work in the same office and we would often have coffee together 在以前呢 我们曾经在一个办公室工作 毕竟我们常常呢 在一块儿来喝咖啡 第一个used to do 用的是used to加动作原型 后面换成wild加动作原型这个形式 这个要记住 在写作时 尤其描述过去的事情的时候 注意这个习惯性的这个用法 本文中用的完全正确 好 他说怎么样呢 一个小说家 nomalist 会用这样一个方式来结束 他的这个故事 结束这个小说 这个要注意 可不能翻译成 给他的小说得出个结论 conclusion是多一词 既可以表示结束 也可以表示得出的结论 但是怎么翻译呢 通过搭配决定含义 搭配决定含义 如果在这个搭配里面 bring something to a conclusion 这个搭配之中 我们一定翻译成 始结束 而不是得出结论 我们看例子 the two countries decided to bring the war to a conclusion 这两个国家决定怎么样呢 决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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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始战争结束 就决定停战就好了 而不能翻译成 始战争得出一个结论 不是得出结论 是始终止 始结束 这个意思 所以记住 搭配决定含义 既搭配之后不但 我们写作快 而且阅读速度和准确率 大幅度提高了 在这个搭配里面 conclusion一定是结束的意思 那么当然我们表示结论 用哪些搭配呢 如果表示得出结论 那该用这些搭配是正确的 比如说come to a conclusion arrive at a conclusion reach a conclusion 是能够draw a conclusion 就得出结论 注意搭配决定含义 在这个搭配中 一定表示结束 甚至我们在写作中 这个搭配都可以使用 那么跟它类似的还有 始结束 我们可以把后面这个conclusion 换成另外一些名词 搭配类似 可以顺便记住 比如bring something to a close 或bring something to an end 也是始结束 是终结 这个意思是类似的 我们同样看一个例子 the rally was brought to a close 或者是the rally was brought to an end by the singing of the national anthem 这个大会 是用这个方式来被结束的 用什么方式呢 大家一起在唱国歌 在国歌声中 大会庄严落幕了 rally一般是群众性的 大规模的政治性的集会 在露天好几万人在一块 这大会被结束了 用什么方式呢 by 还是放这种 singing sing是唱歌吗 national国家的anthem 是圣歌或颂歌 放在一块 国歌 我们可以把它搭配来读一下 national anthem national anthem 在其场国歌声众 用这个方式来结束 这个大会 可以用它 那同样的 如果我们要直接用起乌动词呢 本分钟的动词 那就更简单一些了 可以直接用and something close something 或者干从动词 conclude something 它也可以表示始结束 这是没问题的 你本分钟可以换成 anomaly would end the history would close the history 或者would conclude the history 都行 这也可以表示始结束 但用名词结构显然更为正式一些 那么顺便举一反三的 我们可以看一看 bring和to的搭配 都可以表示始什么什么 来到了什么什么状态 把什么什么带到什么状态 把这个东西达到结束的状态 不是始结束吗 我们多看几个例子 it was the war that first brought him to power bring somebody to power 表示始上台了 始并不是上舞台 就是始当政了 使这个人成为领袖 正是这次战争 首先使他 就第一次使他当政 使他上台 就是乱世出英雄 把某人带到了权力里边去 还有一个 我们在35和刚刚讲过的结构 大家还记不记得 so far the US has been unable to bring him to justice 迄今为止 美国怎么样 还无法将他绳之以法 把某人带到了justice 可以表示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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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审判 对吧 把某人带到了司法审判里面去 就将某人绳之以法 这个意思 这是bring和justice to 好多搭配都可以用它 可以放在一块记住就好了 好本文中 再回到后面这个方式装语 by presenting his readers with a series co-incidences 通过给他读者提供 一系列的巧合事件 咱们看一看里边这个搭配 叫present somebody with something 这个早就讲过了 我们还可以把它倒过来 就present something to somebody 意思一样 就是把某个东西提供给某人 把某个东西给某人 这个present呢 是比较文言的一个书面语 它往往是毕恭毕敬的 奉献给他 就是双手奉上 这么一个动作 本文中呢 恭恭敬敬把这个结果给了读者 这个这个 是可以理解的 你看我们这个 在第110页的第13行 也出现了类似的用法 110页第13行 He entered the cell and presented a letter to the aristocrat 他走进了这个小求士 并且把这封信 递给了这位贵族 双手奉上 因为他贵族嘛 递给他了 是可以的 那本文中也可以换成 这个句子也可以换成 presented the aristocrat with the letter 这都可以 但是在36颗 我们这个句子中呢 还是用with这个搭配 更好一些 因为在这个句子中呢 这个人比较短 事物比较长 用第一个搭配 可以避免头中矫情 你要写成presenting a series of coincidences 后面再加那个 most of the world in improbable to his readers 就头中矫情了 所以呢 你看这句话呢 因为前后长短 差不太多 用哪个都行 但如果人短 事物长 用第一个 那么事情很长 人很短 用第二个搭配好一些 好 那么后面又说 一连串的巧合世界 一连串的是 33颗知识的复习 就是a series of 咱们复习一下 在第154页 第7到第8行 154页第7到第8行 33颗里边 an enforcing series of catastrophes 一连串的未曾预料到的大灾难 a series of 叫一连串的 这个搭配咱们见过 还有我们见过的 a series of a chain of 可以替换这个a series chain不是铁链子吗 一连串的 还有像a train of a chill of a string of a string of 等等等等 都可以表示 一连串的 这是咱们33颗 老知识的复习了 我们再读一遍吧 大声来一遍 a series of a chain of a train of a chill of a string of a string of 都可以表示 一连串的 一连串的什么呢 一连串的巧合事件 本文中后面这个名词 也大声读一下 coincidence coincidence 就是巧合事件 巧合的事 就两个事情碰巧 是一样的 巧合了 我们看看它常见搭配 我们经常用这么一个习语 叫by coincidence 就是翻译成碰巧 怎么怎么样 碰巧就可以了 我们看例子 my mother is called anna and by coincidence my wife's mother is called anna too 碰巧巧合 我的妈妈名字 安娜 并且碰巧 我老婆的妈妈 就老丈母娘 她也叫安娜 碰巧巧合 就是by coincidence 它的动词形式 也是 常考的一个词汇 就是coincide 如果是 后面在家冰语呢 这是不及物的 大家借此with 我们先大声读一下 coincide coincide 后面加这词 with something coincide with something 两个意思 第一个 叫碰巧 与某事同时发生了 第二个 叫碰巧 跟另外一个东西一样 都可以用它 碰巧与某事同时发生 或者碰巧 两个人事物相同 都可以 咱们同样看一些简单例子 My arrival coincided with his departure 我来的时候 他刚好要走 就是我的到来 跟他的离去 同时发生了 这个句子比较文气 因为它用名词结构嘛 如果口语中呢 可以用动词更简单一些 When I came He was just about to leave 对吧 但书面中的 我的到来 跟他的离去 碰巧同时发生了 对吧 翻译中文还得动词 中文是喜欢动词 我来的时候 他正好要走 也可以表示碰巧 两个东西一样 这也行 你看这句话 If our schedules coincide We go to Shanghai together 如果我们两个的日程安排 是相同的 那我们不妨一起去上海 这是碰巧相同 注意 两个意思都可以 这个考试中啊 也是常考的一个知识 咱们看两到六级的题目 两到六级整体 大英六级 你看这个题说 His tastes and habits 什么 With those of his wife 他的这个品位 还有他的这个这个这个习惯 跟他的老婆怎么样了 品位 口味 兴趣 爱好 跟他的习惯 跟他老婆怎么样 combine是表示 与什么什么结合到一块 搭配是combine A with B 这一般是节目动词 这后面直接加with呢 无论从搭配从含义都不对 combine A with B 把A和B结合起来 bind就计成bind的榜就行了 bind的榜就行了 compete倒可以叫with 但compete with表示 与某人竞争 这个是不同顺的 coincide with 好 完全一样 碰巧相同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他的吃东西口味 或者品味 或者是这些习惯呢 碰巧跟老婆一样 两个人这个这个 处得不错 compromise 叫做妥协的意思 本文中根本没有妥协 这个含义派出了 再看这道六句正题 当然正确答案是C选项 去选C就好了 看下一道题 It is fortunate for the old couple that their son's career goals and their wishes for him 怎么样 这是很幸运的 就是对这对老夫妇来说 什么幸运呢 前面情识主义者 主义从女 他们的儿子的职业的目标 还有他们对儿子的希望 是什么样 所以对他们的很幸运呢 咱们人之常情推断 碰巧是一样的 他们的儿子希望成为医生 他们也希望成为儿子成为医生 这当然是很幸运的事 王两口很高兴了 碰巧相同 选A是唯一证据的 那comply呢 comply是与什么什么 这个相符合 但是与什么相符合 后面一般是加 comply后面加with 与什么什么相符合 这个后面一般是 后面得加个编语 与什么符合 这本文中搭配就不对了 尽管含义好像贴近 conform也是这个意思 conform也可以表示 与什么相吻合 与什么什么相一致 这个后面一般加 借词to conform to 但本文中后面没有这个宾语 所以在这搭配不对了 那A conform to B A comply with B 这是表示A和B相符合 本文中呢 coinside表示A和B碰巧一样 这个搭配是对的 它两个主语可以后面加一个位移动词 但这个位移动词 等下借词之后再加另外一个宾语才对 所以这个是一个迷惑选项 含义类似呢搭配不对 最后collaborate表示与什么什么相合作 配合和 collaborate with somebody 与某人或某个组织相合作 我们可以读一下这个大哥的词 collaborate collaborate 那本文中显然是搭配和含义都不对 排除了 好 后面又说 most of them wildly improbable 其中大多数 大多数就巧合了 极其不可能的 这wildly不是野蛮的 极其非常就类似very或extremely这个意思 这个我们说这就是独立主格结构 为什么呢 因为most of them就是逻辑主语嘛 wildly improbable 可以看到前面省掉了b应 我们在以前多次讲过 大家还记得吗 无论是非为动词 还是独立主格 里面只要出现b应这个词 那么b应一般来说可以去掉 加上也正确 去掉也好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看得省了的b应 还是非为动词结构 还是独立主格结构 那么我们很多同学可能会写错 你看看这个写的对不对 most of them were wildly improbable 这么写就错了 为什么呢 这么写的话 你看有主语 wildly improbable 主系表结构 这是个完整的句子 那么你前面有一个完整句子 后面还有一个完整句子 在这呢 从语法就有问题了 两个完整句子中间呢 咱一般要加一个连词的 对吧 所以这个有问题了 那么我们再看 这么写呢 这么写是正确的 你可以加连词and 或者是but 表示转折 也能讲得通 most of them were wildly improbable 这么写对 但这么写呢 一来啰嗦 这二来呢 可能就是 重点也不够突出了 本文中 极其不可能的 这个其实并不是重点 给读者提供了大量的 一连串的巧合 这可能更为重要一些 所以这么写的一来 这个啰嗦 二来重点可能也不够突出了 当然有图说可以这么改嘛 most of which were well improbable 这个也对 为什么呢 因为末尾那个什么 大量的一连串的巧合 不就是在下面一个并列句里面 这个most of them 这个them这个字吗 可以 我们说了这种情况 可以用定义从具 定义从具写呢 当然比刚才并列句 要简洁一些了 most of which就好了 对吧 但是依然不如 独立指纹它简洁 独立指纹结构呢 它不光是没有连词的 连位移动词 它同时都没有 所以独立指纹更简洁一些 这个我们回顾一下 在第34课里面 出现了个类似的表达 158页的第17行中间到18行 咱们回顾一下 158页17到第18行 Apart from an interesting looking carb dagger the mug was followed by crackery much of a broken 除了一边看上去很有趣的 雕花的匕首之外 这个箱子里装满了淘气 很多还是碎的 much of a broken 这依然是一个独立主要结构 much of it 是罗教主义it 表示这个淘气淘制品 它不可数 所以用it broken是过去分词 非为动词 再加逻辑主义 这是独立主要结构 当然你按本文中的这逻辑 也能改成并论句 and much of it was broken 就再加联词后面还在叫was 这句子不就啰嗦了吗 你当然你看much of it 这个it 就是上一句话末尾 这个crackery 你可以把它改成 定义从句也行 那就变成much of which was broken 对吧 比并论句简洁一些了 但依然不如本文中 这个独立主要结构 它更简洁 much of it much of it 必懂審命了 直接加broken就好了 咱们练一练 类似写一个句子 考古学家 发现了十五尊雕像 每一尊都代表一位女神 我在这场突出 考古学家发现了十五尊雕像 至于代表什么 是次要补充说明一下 那么可以把考古学家 发现了十五尊雕像 当主句 后面每一尊代表一个女神 把它用独立主角就好了 因为两个结果主语不同意 如果主语统一 用非为动词就好了 但是这个主语是考古学家 后面主语是每一尊雕像 我们用独立主角结构 咱们试试看 考古学家 the archaeologist found fifteen statues 主语后面 each of them 每一个 representing a goddess 就好了 你看这个后面 each of them 是逻辑主语 这怎么代替前面这个雕像 representing a goddess 代表一位女神 就好了 那你要用并列句呢 and each of them represented a goddess 如果用 就并 用那个定义从句呢 就each of which represented a goddess 都可以 用这个 独立主角结构 也可以 在这里面 因为representing的词 不能省略 所以用独立主角结构 还是用定义从句结构 用的词 是一样的 都 这个同样 都很简洁 那在本文中 这个并能被省略的情况下 那显得独立主角结构 就更胜一筹了 因为它更简洁 我们说表达效果相同 往往用词越少 往往水平越高 这个 我说是表达效果相同 口语跟书面 也没法比 表达效果一样 用词越少 咱们在书面中 用起来就更好 这个 所以brevity 简洁 也是英文写作 尤其书面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 他说了这么一个 就是那个时候啊 这个都是提供很多巧合的 你光观点不行啊 你有例子吗 他下个例子当作 这个例证来证明 确实有很多巧合